好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后端写完之后呢 咱们回过来来去试一下我们对应的这个程序 然后呢咱们让它去运行一下 我们让它运行 然后呢回过来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一下测试 那么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当前这里面就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POSE领求吧 然后呢我们用POSEMAN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这里面呢还是没有那样的一个Cookie的东西 所以呢咱们还得暂时先把它的这个CSRF先住掉 然后呢咱们查看它重新启动一下 回过来我们来进行测试一下测试 对应的刚才我们所说的 它的路径呢应该是POSE方式API 1.0里面的Session 然后我们起的应该是一个保存数据 写的是辅数吧 咱们写的是Sessions 写的是Sessions 回过来放到这儿 然后呢咱们看一下对应的BODY 这个BODY呢我们在这里面还要去传入Json数据 那这个Json数据当中咱们再写一下 这个地方昨天有没有同学遇到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 你的Json有没有尝试过用单引号 有吧 单引号是不是肯定出问题啊 所以我们跟说了 这个Json的话它不是你程序语言里面 单引号可以混写 Json要求里面的字段必须全都是双引号 一定不要单引号去混写 就必须是双引号 然后比如说咱们写的是一个Mobile186111 然后呢这里面我去试一下password的 然后呢咱们先来去试一个手机号不存在的 手机号不存在的话 昨天没有去过9这个东西呢 然后咱们把它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呢 咱们来去写一下 随便去写几个值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对应的是ApplicationJson 好我们去发送 发送一下这时候呢 后端过出来的用户名或者是密码错误 然后呢紧接下来我们去传一个 昨天已经注册过的1861111 这是咱们注册过的吧 你现在来看一下 select 请bram rih user's profile user's profile 这是咱们做的 咱们做的话应该是哪个东西呢 1861111 这我设置过吧 这三个都设置过 所以呢咱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password的 这没写错吧 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先来去试验错误的情况 咱们刺了一下 刺了一下 然后呢用户名后面亚寿 这是第一次 然后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应的在这里面 case 星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127.0.0.1 因为我当前的IPG值呢 就是以这样的127.0.0.1 旁问的 所以呢咱们盖了一下 对应的access access number 对应的是 127.0.0.1 拿下当前次数 因为我之前是不是已经设置过一个 用户名不存在的次数了 对吧 然后第二次是设的是密码错误 所以已经是两次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设置一下第三次 再设置一下第四次 再来设置一下第五次 再来设置一下 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多少值了呢 盖了一下 这里面已经有六次了 所以就相当于刚才在这里方写的时候 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吧 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呢 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吧 应该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怎么去看呢 咱们直接 可以 设置一下把这个access number 这个值拿出来 看一眼 多少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 程序已经重新启动 回过来 我再来 send一下 send一下 看一下 那个值多少呢 是n吧 应该也就意味着说 看一下 这里面相当于从这个地方往外拿的时候 是不是没拿到呀 get access numbers 我底下存的时候呢 也是 我底下存的是number 上面是number是吧 嗯 嗯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已经是不是超过次数了 那咱们就直接在这里面 再进入测的话 是不是肯定会就可以了呀 然后咱们再设计一下 这时候肯定超过次数了 所以在这里上 上下没有匹配 好 这是关于这点 那把这点存完之后呢 那现在 我哪怕再成功的话 是不是也得十分钟之后了呀 是吧 哪怕再成功 也得十分钟之后了 所以咱们删一下 走后门 access 在这里面删出的话 应该是dl吧 dl这个名字 access number 对应的是127.0.0.1 删一下 删一下之后呢 回过出来 我们再来去试一下 对应的 咱们去 应该是123456 咱们去send一下 这时候 我们现在看一下 是这么成功啊 所以咱把后端试完了 那这一地方 后端做完之后呢 那相对应的 咱们回过出来 也来看一下 前端的东西了 那前端的东西 实际上 这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前端的套路 更跟之前讲的是一模一样了 我们看一下 在咱们的登录 login.atml当中 在login.atml当中呢 我们所对应的手机号也好 密码也好 那两个输入框 我是不是也给你放到了一个 fung的标签中了 放到表单了 所以我们现在后端要求传递的是 阶层数据 然后呢 还有回调函数 我们数据得把它拦起来 跟咱们昨天讲的注册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眼 这个代码 在login.gs当中 我们要做工作呢 就是在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给login的这个表单的cl 进行一下注册 然后呢 补充一个函数 再一上来呢 先把这个表单的默认行为 给你阻止掉 阻止掉之后呢 我在这个表单当中 来把对应的输入框的手机号 mobile跟密码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我进行判断 看一下手机号填不填 然后呢密码填不填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 在这里面呢 就是去组装一下数据 转换成json 然后呢 再利用阿甲克斯的方式 向后端发送是不是就可以了 发送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在后端当中 把这个方案给你开起来 因为咱们在后端当中呢 要有这样的csrf的机制 所以呢 我们传的又是json 所以就在这个heiders当中 要补充上xcsrf token这个东西了 这个xcsrf token的话 你后面全大写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你把它换成这个token 这样的小写也是没问题的 那个csrf机制的话 它这东西呢 统统都认 然后呢 正对你拿 拿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再去判断 返回的值 返回的值呢 如果状态码是0 是不是代表我能够成功啊 所以我就可以给你引导到 主页上面去了 如果奔路不成功的情况下 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在页面当中 去操作一下 错误的提示信息的那个地方 这里面有错误提示信息 所以呢 就是操作提示信息 把error的message呢 展示到那个地方 这就是关于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个后端呢 咱们实际上已经是有线程了 咱们清除一下缓存 然后呢 我重新在这里面 抓新一下 然后呢 咱们去登录一下 186 12345678 123456 咱们登录一下 这时候看一下 是不是我跳脸到主页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多谢 谢谢观看